民眾沿著地上的畫線 小心翼翼練習騎車技巧 這裡是不少人都知道的 山寨版機車練騎場 但一到晚上 照片中黑黑暗暗的場地 雖然有設置夜間照明 不過民眾反映 周邊的數字太茂密 就連路燈都被遮住了 有民眾在基隆人的一個社團上面反映 那淑品有看到 然後就馬上跟我們市政府公園管理科 陳科長反映 那陳科長也非常積極 馬上聯絡包商 然後就是在隔天 也就是現在 馬上就是派故宮來把這些遮住 遮住這個路燈的樹木 把它全部修剪好 可是修剪好這些路燈露出光明之後 可是附近的環境還是很差 那也希望就是說 除了把他們修剪下來的樹枝 能夠把它載運走之外 也能夠也希望我們公園管理科 也善盡這個管理的責任 民眾將意見上傳進入社群 市議員何淑萍 立即通知都發出公園管理科前來 徹底將樹木修剪 讓夜間的光線不再被遮住 不過一旁留下一大片的樹蔭 原來是大有用途 木棧道自己來這邊做 休息練習的地方然後可以做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 市政府能夠編列預算 看似說做一些時宜 然後能夠擺在這裡 那可是現在附近的環境 真的蠻糟糕的 那也希望公園管理科 趕快派員來清理 現場地面上留下大批垃圾 民眾缺乏公德心 恐怕還要再加強 那大部分有些是外地人的遊客比較多 因為畢竟這個是大家在公用的地方嘛 對啊那你今天練習車子 並不是說今天把你的垃圾 那下一位每個人都像他這樣畫 那製造垃圾不是很麻煩 這個地方應該是說 平常基隆市民啊 想要考取駕照的朋友 都會來這邊練車 所以說這邊的環境整潔呢 也相對的變得很重要 我剛剛沿路這樣子看 除了有落葉之外 還有一些寶特瓶啊 或者是一些便當盒之類的 那也希望這個市民朋友 在這個還沒有來整理環境之前 那你們也要善盡 就是說帶來的垃圾 也請大家能夠自己帶回家 我們共同來維護我們 共同的一個場地 又到了畢業季節 也是考照旺季 金融難得有一處 免費機車考照練習場 環境衛生 要大家一起來維護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